本届伦敦奥运会的门票问题一直是风波不断惹人非议 昨天英国警方称奥运会开幕以来已经有29人因为倒卖门票被逮捕 其中11人被起诉 警方表示他们一直都在锁定那些想以高价倒卖奥运会的门票而从中牟利的人 警方还将会继续打击这些不法分子 警方同时提醒民众不要购买黄牛票 因为人们去购买这种门票不仅需要支付更高的费用 同时还会助长了这种不法行为